澤克斯基全球巡演Ing 確實是一個全球巡演的概念 也是演說的演 但是談判現在卡住了 卡在什麼 卡在所謂的烏克蘭模式 烏克蘭的首席談判代表告訴大家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其他的模式 因為現在交戰當中 就是烏克蘭模式 而且我告訴你 他還說這是唯一的型號 沒有別的型號 他這個話講得滿接地氣的 算是一聽就懂 但是什麼樣是烏克蘭模式 我今天細看了就發現 好像跟很多我們一般的媒體 所告訴大家 雙方好像滿樂觀 達成某些共識 很快的再多久可以談出來 感覺上好像不是如此 稍後我帶著你一項一項的看細節 我們先來看一下 今天戰況的一個最新消息 今天確實 就是一個戰爭片的一個概念 而且好像轟炸的範圍是越來越大 似乎開始俄軍進行了 所謂無差別的攻擊 包括老人 包括婦女 包括兒童 都不在乎了 是這樣嗎 我們看到這個劇院遭到了轟炸 裡面收容有1200名的平民 據說這個劇院外面 劇院外面還擔心會炸錯 當時烏克蘭民眾 還用了一些簡單的東西 在外面拼了一個字 這是烏克蘭文 就是小孩的意思 空中你看到這麼遠都可以看得清楚 也就是說我就是要告訴這些 轟炸的一些敵軍 裡面有小孩不要炸 這個地方是不可以炸的 但是根據烏克蘭的消息說 還是炸了 說還是炸了 目前死傷不知道 但是隨後我們看到 俄羅斯的國防部否認 說沒有這件事情 另外還有一個很驚悚的消息 說切爾尼戈夫有民眾排隊買麵包 結果也遭到了無差別的射擊死亡 火箭炮擊中 聽說至少有10人死亡 包括哈爾科夫一夜之間轟炸超過60次 地點包括市場 包括了學校 還包括基輔 現在巡弋飛彈 朝著住宅區在猛轟 這一連串當然很多是來自烏克蘭的訊息 加在一起看起來你就會覺得 俄羅斯在進行一個無差別的攻擊 確實是一個絕地大反攻的概念 但是我們持平的來看看俄羅斯 所發布的消息有很多他也是否認了 我們在這裡保持一個中立的立場 你不知道哪一個是真的 哪一個是假的 所以我們把訊息在這裡並程給大家 但是有一個倒是很重要的 有一些外媒說亞素瑜大家知道嗎 如果大家這幾天都一直在看我們節目的話 就知道亞素瑜很多就是普丁所指責的 烏克蘭的極端納粹主義分子 也是普丁這次要發動攻擊入侵的一個重要理由 說亞素瑜的創始人之一 叫做克拉夫勤科 他已經在馬利波戰死 但是到現在為止 如果是真的話這個消息很重要 就表示怎樣 表示俄羅斯達成了一定的目標 因為當初入侵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理由 但是這麼重要的訊息到此刻為止 我們的截稿前為止 不管是俄羅斯官方 烏克蘭官方並沒有證實 好 那麼緊接著第四輪談判 舉行了 那麼根據英國金融時報的報導 注意英國金融時報報導 怎麼說 說協議的草案包括了停火 但是有個前提 停火當然一停火之後 我們看到烏克蘭的民眾好不容易 就可以逃過一劫 就可以稍微休養生息喘口氣 前提是要求基辅必須要中立 放棄加入北約 同時還要接受武裝部隊的限制 大家看到了之前說是 希望烏克蘭能夠放棄加入北約 但是現在又多了一個要維持中立 這個中立國在國際間 它是有很多名文的一些規定 中立 保持中立 特別是變成一個中立國 像瑞士這樣 跟放棄加入北約 這又是兩個完全不太一樣的概念 不是說中立就等於放棄加入北約 這個概念是不太能夠完全相通的 這個部分恐怕就會卡 就會卡很久 但剛剛我講的一些戰況 稍後我會請介大使上來 從地圖來告訴大家 目前看起來的一個最新情況 但是我準備了一段影片 那就是俄軍在圍攻基辅 在基辅當地的情況到底如何 那條涅博河能不能夠保得住 基辅的民眾呢 我們先來看這段影片報導 對 來 導播我們有 飛越天空的不是戰鬥機 竟是一枚俄軍的巡弋飛彈 朝著烏克蘭首都基辅飛去 伴隨著巨大爆炸聲和火光 濃煙直衝天際 基辅市西部在清晨又遭到轟炸 不久又有第二枚飛彈襲來 能聽到警報聲大作 俄屋衝突不斷受波及的平民百姓 也持續增加 在北部的切爾尼格夫市 俄軍向排隊買麵包的平民開槍 造成失衡遍野的慘烈情況 無人機還拍到烏克蘭民眾高舉 雙手失意投降 卻仍遭俄軍射殺 但烏克蘭仍在頑強抵抗 第三大臣奧德薩的中央大道 不滿巨馬 甚至還有反坦克地雷區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在美國國會發表線上演講 再次呼籲在烏克蘭上空設立禁飛區 同時美國需祭出更多的制裁手段 最後還特別用英文演講 獲得眾議員的起立鼓掌 另外俄國總統普丁也透過電視談話 稱特別軍事行動進展順利 正在按計畫執行 但沒有佔領烏克蘭的計畫 記者綜合報導 好 回來之後 今天我們準備了一張基辅的地形圖 從一開打到現在為止 基辅就是烏克蘭的首都 一直是各方所關注的焦點 感覺上拿下了基辅 這場戰爭大概就要進入了尾聲 但到現在為止 已經三個星期了 為什麼基辅還沒有拿下呢 我今天看到了很多的訊息 包括從衛星上來看 說基辅很多地面都是濕的 感覺上經過大水的浸泡 包括基辅有一條涅伯河 涅伯河好像成了一個護城河等等 所以在這裡我要請一下敬平 你從基辅的地形圖來看一下 目前俄軍是不是遭到一些困難 還是說他其實並不想拿下基辅 其實俄羅斯不會不想拿下基辅 趕快拿下基辅之後 結束這一場戰事 但是偏偏基辅在烏克蘭的 整個地形的中間 然後再上面一點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然後剛好聶伯河一分為二 把烏克蘭分成烏東跟烏西兩邊 然後聶伯河的以東 是比較相對沿岸的地地 聶伯河以西它是沿岸的高地 而且是丘陵 台地 茂密的森林還有鉤貨比較多 也很多的小河川 基辅的北方有一個比較大的大壩 基辅的水庫 基辅附近也有一些像傑斯納河 中間的一些小河流都有 最近其實看到俄軍 他的一些進軍的動作辭滯了 大家才發現其實後來有些照片拍到 俄軍的裝甲車跟坦克車 他的鋁帶 甚至有一些輪型的車輛 輪胎都陷到了另外一個滴地當中 就是沼澤地 泥沼 問題是其實除非像台灣 會有這種下大雨 然後如果是鄉間小路的話 那個泥巴是陷到裡面去 要不然在這邊 除了最近下雪之外 很少有這種下雨的狀況 後來大家才發現說 原來基辅它有一條護城河 聶伯河 聶伯河中間的這個河 他全部的這個河水如果有一些堤防 他的把他這個打下來 然後讓他的水流出來 或是基辅的水庫 他的一個水流下來的話 用我們在講的水仗 打水戰的方法 水戰是千百年來 人類在打仗的時候 國與國交戰 經常會用的一個戰術方式 那水讓他流出來 造成基辅以及基辅周遭流有些地 他的那個地方很泥泥 車子就沒有辦法前進 那就會讓這個敵軍的行動變成遲緩 對 因為一方面它是有這個零抽 鉤貨 所以有這樣的一個天然條件 那再用水攻的話 那地勢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泥泥 你就會讓這些地方 本來就有一些是泥炭沼澤的話 就會變成更泥泥 你這些大軍就沒有辦法 順利的這個前進 當然了 後來這個被發現說 可能是有些水庫的這個水壩 它的壩體 然後它的水往下流了 或者是有些河川的堤防 那這個基辅的這個方面也有解釋說 這個不是他們打的 這個是二軍轟炸的 二軍炸他們的這個水庫 炸他們的水壩 甚至打到他們的一些河流的堤防 所以導致他們的水都溢出來 那當然站在二軍這邊說 他們也否認說 我們沒有打 我們打的還蠻多地方 但是我們不會去打什麼水壩水庫 不會去打這個河川 這會影響到我們二軍 打完以後他們自己倒霉嗎 對 二軍說這也會影響到我們 我們打那邊幹嘛呢 然後所以二軍否認 基辅這個官方烏克蘭軍方也否認 但總之一定有人去把這個水 讓它影響到它這個 因為這會對他們自己的國土 這也是國土結合國土作戰 國土防衛一個國防 一個很重要的方式之一 但是自己也會受害 它附近其實支流很多 也就是說它這個水域 是非常非常豐富的 大家知道 所以剛剛你說支流很多 所以為什麼烏克蘭的軍民 老百姓跟軍方 他們要把這些橋樑都全部炸壞 炸壞了之後你到造成那個軍方 我們這軍事要過去要搭浮橋 碧利橋 那你就要架橋 架橋的話就不是那麼容易 不是一時半刻 然後架好之後你還趕快把橋收起來 因為它的河流太多了 所以為什麼二軍在前進的時候 碰到有些沒有橋的地方 因為烏克蘭他兼斃親眼 他把這些河上的橋樑全部都炸掉了 炸掉的話讓這個二軍的地面的坦克 和裝甲車部隊要前進就比較困難 所以這就解釋為什麼打了22天 二軍的部隊怎麼彷彿還在基辅距離 他什麼十幾公里 五公里 卡爾科夫這邊 然後南烏克蘭雖然佔領了滿多地方 但是前進的這個幅度有限 感覺上就一直在瀕臨城下的階段 沒錯 就一直是這樣 那另外一方面我們看到 當然這個基辅民眾 這個已經400萬 大概逃走了一半 那麼剩下的民眾 他的這個反抗的心 非常非常的堅決 所以我們在影片中看到 有很多人建築一些工事 當然用沙包等等 挖這個鉤鉤等等 確實他們也利用了一些 地形上的一些優勢 因為有很多的鉤貨 就利用這個方式來保障自己 所以在這個誓死抵抗的情況之下 基辅是不是這個仗還有得打 真的會拖下去 所以恐怕再加上美軍 我們等一下會提到他的軍員 大批的這個武器給烏克蘭 強化他們的這個軍備的話 烏克蘭的軍民 老百姓和這個軍方拿到了 這些美軍的這個武器的話 恐怕可以這個再拖緩他們 這個去跟俄羅斯交戰的一段時間 再加上剛剛秀芳姐其實也提到了 他們現在就是把基辅很多這些大城市 或是一些地方城鎮 他們的這個障礙物 比如說俄羅斯軍隊 他們已經這個受到影響的 這個坦克車 裝甲車已經癱瘓了 他把它變成障礙物 他就變入障 架在那個重要的路口 或者是重要的這個路上面去 然後甚至把這個捷克市的 這樣一個巨馬 搬到了這個他們路上面 形成二軍要前進的時候 你要打城鎮戰 你要進去重要的這個城鎮的那個路口 也不得其門而入 也不得這個順利的這個通行 然後再加上 其實我們在看折倫斯基 在之前自拍戶外有些地方 他們都設了很多的這個沙包 去把它這個堆的高高的 然後把它做一些加強的防禦公式 一般老百姓當然都躲在這個捷運站 地鐵站 就是我們在講捷運 他們的是地鐵站 地下的這個掩蔽設施 把這個地鐵當成這樣一個 暫時逃難的地方 所以你就看到基輔的人們 剩下如果沒有出逃 離開烏克蘭的老百姓 大概都躲在地鐵 他們公共設施底下 然後甚至呢 那軍方他們就把這些東西 把它路上面全部都封起來了 讓二軍在前進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那麼順利 然後再加上碰到 剛剛我們一開始說的基輔的地形 和烏克蘭複雜的這些地形的時候 就會導致二軍 他的進攻的這個戰士 不是那麼這個可以順暢無比 今天呢要推薦給大家 使用我們這一台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好這一台呢 其實非常適合 不論你是日常家庭使用 又或者是你家裡頭是 開門做生意的 有很多防疫需求的話 都非常的適合